这些快递已经到了十几天 我一直都没拆 我今天到上面来拆了 大家放心 这些快递不是顺风也不是民党 是中统和忌徒 妈妈你买的杂子 你买的杂子都买的杂子 我打开你们就晓得了 妈妈每次看到你快去我的手 想拆吗 嗯 你不用剪刀我给剪了 这是一个野餐垫子 这杂子好不容易盖票 这个是一次性荷子 这个是大奖 大奖就用我来吃 哇 帐篷 我也跟一下风 我看儿子们还有朋友圈 都在晒 企业村 所以我看着他们 我心里就特别痒 也好小气 所以我马上就到网上买了帐篷 还买了一次性的盒子 还买了吊炒 但是这个东西已经买回来半个多月了 都没动 所以我今天说把它开了 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你买这些人过来做纸肉 你这肯定又是整理客户的了 我们丢到他那里 妈妈我妈把它煮上去看看 夏天也可以哦 我的意见就是喊你退下去 我们主要是没的车子 你走哪里去都不方便 现在 你打个公交车更不方便 你还不晓得哪里好弱 妈这么一说也是哈 我一下子就没的心情了 最主要是没的车子是不方便 但是买都买回来 我们先组装去看一下哈 买个东西不要退不要退 第一次弄这个我还不晓得怎么组装的 要不这个地方取了 看这个人好兴奋 安不安逸吗 安逸 你又多了个胶 空间好大 空间好大 这是三到四个人的 这个东西已经买回来半个月了 今天终于打开看看一下 还可以哈 你看你买回来半个月 我都不晓得 你去了几次也去嘛 一次都没去 我们在家里打帐篷 这个帐篷我花了89块钱 这个一丝性货子花了11块钱 然后这个吊床是送的 那个野铲垫花了21块钱 我总共算了一下 全部算下来118块钱 你到底要不要吗 我觉得还是特有特大钱还是可以 我们山坡是去春游 做个摩托车咋可能去游 妈妈我喜欢木菜嘛 你喜欢吗 但是婆婆说的对 我们没的车子肯定难得去吃野菜 我爸爸回来就行了 这几样其实买下来不贵哈 本来我是想买这些东西回来 带着家人一起出去野餐 然后散散心 特别是看到他买野餐哈 我心里就特别痒痒 看着那么热了 我也就想出去热了一番 但是猫说的对哈 买这些东西回来 又没的车子的话 肯定去野餐不方便 也不是个事儿 所以我现在都有点犹豫 到底要不要退 这就是通江这个地方 我也不晓得那里好玩 那里可以打帐篷 不然的话我买了十几天都回来 都没拆就是这些原因哈 大家跟我见一下 到底是退还是不退 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拜拜 拜拜 通江最好玩的地方 这个人想把帐篷留下来 我们现在已经在收美金了 sempre没有